阮小怡和来自日本的和传素行 为香港开电视拍摄全新节目 《走云全香港》 这日去到一间高级餐厅拍摄 这对拍档 今次挑战一个本身不太熟悉的题目 希望以暂身角度 去了解品酒这个题目 可能觉得我们两个傻傻 相当有趣 就找一些很正经的题材 就找两个傻人去做 所以试试看是否真的有这个火花出现 暂时来说你觉得怎么样 我暂时来说我是担心一样东西 我是担心真的会喝酒 或者会酒精的人 知道我们两个人做就会瞄我们 但是应该不会过 我也觉得不会过 希望他们都会多多包涵 因为我们不懂酒 所以代表到一般的普通大众的观点 所以我们可能问的东西 都是会很小朋友都不顶 就是可能那些红酒专家 或者白酒专家会觉得 那你都问 但是我都怀疑 我们想问的那些问题 都真的可能很多人都想知道 是的 小怡和梭角神 每次拍摄都穿着一色一样的T恤 休闲的造型 似乎跟品酒这个主题有点不够 小怡就解释 这个造型背后其实是有段估的 是 其实他在我们拍的时候 他譬如有一集是要饰演厅厅 他穿了一件冰衣 打造成煲胎 和那些背心 即是斯文了 我们全部都是那些 新宿我们会找那些先生 会陪你喝酒的那些男人 谢谢你的指名 好像笑死我们 所以原来他有这个造型 如果到我了 如果我真的穿去球 或者Anulina那些裙子的话 你会怎样 不是我会怎样 我没事的 但是听众会吐 所以不要了 我说不要了 导演见到我们这样就好了 那我就不如做一件制服给你们 T恤是配合我们两个 我们两个都不是正经的人 但是也加了一点 好像斯文野的东西 来港多年的梭角神 这次和小怡首次在电视合作 非常兴奋 还说自己初来香港时 受小怡影响甚深 我未出道之前 我是学广东话 经常听电台、电视 他经常都出现 然后我就感觉到 你是香港第一线的艺人 我真的想过 我将来有没有机会和他合作 然后今天真的有机会和他合作 因为真的很兴奋 所以火不火花 我觉得他一定不一定的 他的经验很多 我希望我做得好 那个火花多些出来 梭角神之前拍摄期间 都买了蛇酒和甲拐酒 还说容易招呼日本来港的朋友 足够特色 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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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